炒到粒粒分明 蔥不要太多, 汆水水就好 好得不得了 我是月豬肚, 大家好 剛才我吃完這個鹹蛋的雞翼 真的很棒, 大家應該都看過了 鹹蛋白就是要來鹹蛋白炒飯 鹹蛋白炒飯, 其實我已經炒過了 那時候第一個龍虎寶, 鹹蛋黃豆腐煲之後 就是鹹蛋白炒飯 又這麼巧, 雪櫃真的有冷飯 這陣子做節, 飯真的吃不完 還可以, 剛剛好, 夠炒一碗 用臘腸蒸了, 很簡單 有什麼分別呢? 又不是鹹蛋白炒飯 其實很多時候, 看到雪櫃有什麼 就要拿什麼來炒 隔夜雞, 就要來炒飯 隔夜什麼都要來炒飯 如果沒有, 瑤柱炒飯吃 今天用蝦米炒飯 我這些蝦米仔, 那時候是48元斤 早幾天去買個冬菇, 指給大家看 早兩月都是50元斤 但現在好像沒有這個價錢 其實好像是58元, 但都是貴幾元 說來講, 真的很激氣 70元斤的韓國花菇 轉頭第二天, 老朋友就告訴我 他已經加了8元, 真是壞 然後過了兩天, 就80元 有時候的東西, 真的沒辦法 他還知道是不是阿浩叫你來買 真是糟糕, 我不認識他的 好心就不要加幾元 因為這樣會很失感情 他很蠢的, 其實這一輪你就說 好啊好啊, 70元就70元 其實就加了價了, 80元 不過, 你看好條片 70元就70元, 你多點來買 這樣, 將來的生意不斷多 突然知道人家幫他做宣傳 都是加8元, 老闆你蠢了 你快點減價了, 買回70元就好了 因為我的老朋友看了我的影片 來買菇, 你不要這樣 不要說了 今天就蝦米, 鹹蛋白炒飯 加一條臘腸 有蔥就給蔥 其實臘腸不需要都可以的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這個蝦米已經很棒了 炒下去, 鹹蛋白 好, 馬上做 這些蝦米仔, 盡量用一些小粒 這些, 現在好像五十八元一斤 說真的, 挺划算的 你看看 但是見貨買貨 一時時的, 有時濕粒粒的 你不要買了 因為它可能長久了 放進冰箱 放進冰箱 這些就可以了 放一炸下去, 大約三個湯匙 都要浸一浸水 大約浸幾分鐘都可以 因為我不想它這麼軟 大約浸五分鐘 冰箱有點沖頭沖尾 所謂沖頭沖尾, 已經幾天了 尾巴已經黃了 爛了, 撕掉下去了 這些, 看見它新生鮮 還是挺挺直直的 就可以用了 切蔥粒 剛剛我老婆就問 喂, 你經常說見貨買貨 你自己知道是什麼 但是, 你的朋友不知道 所謂見貨買貨 就跟大家說 每一次的貨品 拿出來都不同 譬如剛剛這一批新落的 挺漂亮的 但買到某個時段 東西都開始變變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肉眼去衡量 尤其是冬肉 天天都不同 有時它冰得太死 肉會很糟糕 那你就不要買了 其實是不要貪便宜的 最重要是看貨 但有時冬肉都不錯 你知道嗎 因為它真的生冰死 OK的 見貨買貨的定義就是 用眼去衡量 另外, 有臘腸就下 沒有臘腸就不下 怎麼切都可以 如果你喜歡有口感 就切圈 切圈 切圈 讓大家有口感 吃下去有口感 如果切粒也可以 不過切圈也好 慢慢切 如果沒有就沒有了 因為蝦米已經很有口感 好 切好再跟大家說 蝦米浸了五分鐘 還是硬身的 千萬不要浸太久 因為軟身不好吃 我們吃它的口感 質感 現在洗乾淨 洗乾淨 洗乾淨就可以了 慢慢洗乾淨 或者還有眼看 有沒有雜質 一粒粒大粒 沖不走的 如果沒有 洗乾淨就可以了 OK 待它乾水之後 馬上可以炒 講講材料 白飯 腩飯可以了 我們住家的 沒有理由要炒飯 煮飯 如果你真的很想吃 炒飯 又沒有飯 那就煮吧 不過我們通常都是炒腩飯 沒什麼所謂 接著 鹹蛋白 三隻兩隻都夠了 如果有這麼多飯來算 蝦米大約是三個湯匙 多一點少一點 沒什麼所謂 有臘腸 放一條 更加野味 沒有就不要放 放些蔥 放蔥要適量 不要傻了 整碗蔥 變成圈奔奪煮 那樣東西不好吃 夠就可以了 兩三條 OK 馬上過來炒 首先我們把這些濕了的蝦米 白鑊炒一下 其實可以放油 不過是一陣間 現在可以燙一下 因為有很多水分 就一般 一般 煮一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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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要用油炒 炒 讓它的水分蒸 因為洗過 炒飯很香 炒飯 放一點油 爆香 然後爆香 臘腸也要爆一爆 蒸過 生炒的 你們比較難炒 最好就是隔夜臘腸 炒 炒 讓它更香 嘩 多香 香味已經出來了 如果過了 已經可以小一點火 小一點火 OK 小火 現在基本上 我們用這麼大的鑊 就馬上加蛋白 就做了 但是很多朋友的鑊 就沒有這麼大 我這隻是32cm 未有些28cm 就做不到這些動作 撈起來了 不如我這次也撈起來 撈起來 撈起來 這是正常做法 撈起來 撈起來再跟大家說 撈起來 就開始炒飯了 沒有油 不好吃的 不用擔心 很肥的 其實兩三隻蛋白 已經可以了 現在有很多 我們就放進去 嘩 很棒 因為不可以過火 先煮一下 如果直接把蛋白拌 就很難炒 所以先煎一下蛋白 鹹蛋白炒飯 我已經炒過了 很多時候只要鹹蛋黃 蛋白就要這樣 推一下就可以了 好 現在放些飯 隔夜飯就是這樣 先吸收 慢慢來的 慢慢來的 慢慢壓壓它 慢慢壓碎它 這些易潔鑊 就有一個好處 如果你的生鐵鑊 熟鐵鑊 除非你燒到鑊 很紅很乾身 才可以不黏 否則都很黏 先壓壓它 正了 又有蛋白 慢慢壓碎它 因為雪櫃 冷飯就是這樣 剛才那些蝦米 因為有些油在這裡 現在很久了 蝦米辣腸 哇 油份就更加多了 你不要以為很肥 因為它會很滑 什麼鹽 什麼都不用加 因為很香 告訴大家 很香 很香 用心炒 炒它乾身一點 炒這些飯 一定是乾身才好吃 不要再加味 一再加味 很鹹 有蛋白 一口一口 很好吃 又是 我不是做過蠔油炒飯 炒到粒粒分明 今天沒有轉頭和大家說 猛地在這裡炒 OK 粒粒分明 多漂亮 剛才一塊塊 現在就可以了 不要太久 這個就不同 蠔油炒飯 蠔油炒飯 我是要炒到有少許焦 這個不好 太乾身就不好吃 現在的時間就關火了 關火 先下蔥 蔥 蔥的香氣 這樣自然就會散出來 一路炒到蔥 浪費了蔥 夠就可以了 蔥不要太多 一色水好就可以了 哇 多棒 很棒 很棒 很辣 立即聞到蔥的味 蝦米味就不用說了 好了 現在可以了 關火了 拿回這個碗 不用再洗了 好 我現在拔出去再跟大家說 好 拔出去 好 出去再跟大家說 我再拔 媽媽說不要關機 因為很漂亮 既然是這樣就繼續炒 哇 很開心 媽媽也讚美 真棒 真棒 多漂亮 鹹蛋白 蝦米炒飯 哇 香噴噴 熱辣辣 多棒 真的很簡單 當你需要鹹蛋黃用的時候 鹹蛋白就是要來炒飯 今天加了蝦米 沒得頂 因為經常都 有時候有腩飯 甚麼菜都沒有 蝦米我一定會有 因為我有幾隻蝦米 好味道 這個 馬上吃完 你如果再煮白飯 不夠飯 那些白飯沒有人吃 是 即是一個蠔油炒飯 一個蝦米鹹蛋白炒飯 我們很多時候都做的 你看 是不是很簡單 臘腸 油就放進去 更加大洞 如果沒有的 都不用都可以 哇 真是挺漂亮 這個 鹹蛋白蝦米炒飯 有機會就試一下 幾分鐘就完成 根本就沒甚麼難度 試給大家看看 炒飯怎麼為止炒得漂亮 根據我炒了這麼多年飯 或者跟以前的 坦白說 跟師傅談過 粒一粒一粒 層次分明 就是靚炒飯 不是一粒一粒 一粒一粒 在這裡 分開了 就是靚炒飯 很多時候 外面都炒不到這樣的效果 用心機 一個洞又不行 你看 看到嗎 一粒粒 層次分明 有些煙 很棒 吃下去 大家都很明白 知道的 很好吃 我現在就試給大家看 嘩 真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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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吃 給300分 這個 四粒鹹蛋白 多了些 三粒 三粒好吃 不是太鹹 因為 我們沒有加鹽 沒有加味料 夠了 什麼菜都不用吃 真棒 希望大家也嘗嘗 希望大家也嘗嘗 嘩 層次分明的鹹蛋白炒 好 只要 sight 就是 入酒 入酒 一 中 來